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Vokka的語言就是水的小稱 Diminutive 就是水仔 喝水就變成Vokka 喝酒思緣 拿著Vokka跟寶寶說我們喝水仔 喝水水 就變成Vokka 歡迎回到水型狂想第37集 我是義職烈 我是三喵 我是近尼 我們錄的時候上一集是剛剛推出的 所以首先要跟大家說對不起 不用 我們其實上一集5月底就錄了 但是之後我又要做學校的事情 之後就放了一個禮拜假 要放假的 人是需要放假的 不需要道歉 天經地義 結果就是我剛剛才開始寫上一集的逐字告 我們就錄一集了 挺好的 可以給大家連續聽兩集 如果都很快出的話就是了 這個可能用幾天時間 我現在有空一點 所以可能快一點 真的差很遠 我之前真的想著放假的時候可以抽到時間去繼續剪的Podcast 哇 是不是太… 太天真了 太天真 反正不叫放假了 不是這樣的 是啊 那你這麼忙你是要看什麼 怎麼為之忙 哈哈 我一向就沒有什麼放假的概念 我一向就是去某一個地方玩 玩之餘就同時工作 但是這個真的是很久以來第一次只是放假 因為其實上次也有說 六月頭就是這個一年一度的Polygod Gathering 雖然是一年一度 但是今年有兩度 因為之前四月尾有一個網上的版本 我就說了一個討論 然後六月頭就是一個真人 就是波蘭 那我本來都準備了一個討論的 但是因為太忙了 所以放棄了 即是中途 嗯 希望之後再有機會 不過想回頭我覺得 我的討論應該不是很收得 因為我是打算用波蘭文說 但是我想不到說什麼好 不如說我的Podcast 有多少人會想用波蘭文聽一個人說廣東話的Podcast 就是他自己應該會聽不到那個Podcast 就是打飛機的 OK 鼓勵大家學廣東話 都是的 我就是看了一個討論 它是講一些不同的語言之間 一個用漢字的聯繫 因為他們有共同的詞彙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講一下 在這裡講了台灣語言 介紹台語 我說這個是不是借Di在推銷台語 這個有陰謀 有陰謀 我覺得這個陰謀不錯 陰謀 陰謀就不小心學了台語 對 我是不是應該學一下它呢 潛移默化 哎呀不小心又學了台語 忘了我懂台語 起碼可以讓人認識一下這件事 尤其是台語的知名度更低於廣東話 可能很多不太熟悉漢語的人都會以為 中文就有Mandarin和Cantonese 然後可能不太熟悉其他 甚至乎不知道有其他漢語的語言 所以介紹給他們都是好的事 是好事來的 只不過真的很搞笑 不知道為什麼講一下 一開始就在這裡介紹這個詞語 譬如說經濟 知不知道有經濟 咦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啊台灣就有這麼多語言的 他轉得很貴犯 即是好像把秘訣變成主要的題目 不是他只是說了一兩個文章 不過很搞笑 差點再沒有說到這個商語什麼政策 那個結論真的很長 是啊 其實我和近尼之前都去過另一個 類似的語言的活動 就叫做Polygod Conference 他就和Polygod Gathering有點不同 都是不同的人搞的 我們去過一次就是2019年 就在日本的福岡 就有這個Polygod Conference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 暫時都是唯一一次在亞洲搞的 那時候大家都在附近 所以就可以一起去 我還是不鋸 因為我那時候整天等他來亞洲 因為他那個就是周圍走的 全世界都有的 譬如說接下來就是去墨西哥 那我就想什麼時候來亞洲呢 等了很多年他終於來亞洲 但是我就去了歐洲讀書 幸好我是剛剛回了香港很久的 哦 就可以去了 是的 那我就想知道其實這個 這個联會和联會的分別在哪裡 比如我想知道 譬如我們那時候參加联會 其實都是有很多 有一個計劃 然後有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討論可以聽 然後有時候有些 文化的活動可以一起參加 其實你們的联會都是類似的 其實據我所知联會的起源 就是受到這個會議的啟發 有了會議之後再抄襲它 那名義上呢 联會是比較非正式的 比較放鬆的 嗯 但是它的格式其實我想都差不多 都是有些遠講 很多不同的工作坊 之後 可能它會多一些社交的空間 我會說是 OK 怎樣空間化 是的 譬如我第一次去柏林的時候 那個就是2016年的联會 那它有一間房間就是聊天 一間房間就是英文空間 英文空間 不可以說英文的 是的 很棒的 如此類推 我不知道會議會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就沒有的 其實那時候就真的有劃定些時間 讓你在大廳裡一起聊天 我想有一部分其實是當時的場地限制 因為在大學裡面 他們可能要預約場 它就指定了 其實都經常有給大家 有很多桌子 大家都可以在周圍聊天 之後其實也會有一個大廳 但是通常就在樓上會做很多這些實體的講座 所以很多其實大家都上去 留在大廳的人相對來說比較少 所以真的大家可以一起聊天 一起說話 其實除了在联會裡面 也有很多 其實不在联會的時間裡面 大家可能去吃飯 也會比較多些 是的 你們有沒有這個大會提供的膳食 這件事就真的沒有 我們應該是自己去吃 因為它是大學 所以也有一些飯堂 可以直接去買東西吃 因為在联會的時候 共同進食的活動是很重要的 因為吃東西聊天 像我以前在牛津 所以它也很鼓勵你 訂了這麼多餐 即是下午晚上都一起吃 如果你喜歡 你當然可以自己出去外面吃 譬如說 我上一次去的時候 在伯特斯拉伯 大城市有很多東西吃 但是你要自己組織 找一堆人陪你去 但是如果是在大會提供的飯堂 吃東西的時候 就變得容易認識更多新的人 尤其是今年這個 它是在華沙附近的一個陣 周圍真的荒蕪 所以都沒有地方吃東西 所以你都沒有選擇什麼 譬如說我第一天 這是我的VLOG裏面有說的 就是我本來打算晚上才到的 但是因為一些飛機的問題 就調了去 早上到了 變成我晚上就沒有預約到東西吃 之後我就很納悶了 怎麼辦呢 唯一做到的就是 去對面的小店買一些Pirogi回來 之後 凍食 很慘 因為你外面就是 凍食Pirogi 凍食Pirogi 很慘 它那個場地是一間酒店 外面就是一個油閘 不是 它是洗車的地方 之後一直走下去就是一條吉的街 就是那些人住在家裡 之後有一個墳墻 一間店鋪 就是這麼多 真的很聰明 而且我記得我們那個會議 之前也有一些日本的學生 好像是不是大學生 還是中學生 我也不知道 大學生 當然是 那他們就來了我們那個會場那個Hall 那裡 他們有一張工作紙 就去到處去問人 他們懂什麼語言 他們是來自哪裡 就是這樣的東西 就變成我們是被人訪問 好像他們就周圍走 這麼搞笑 好像他們去動物園 然後到處去看 嘩 看看這裡有一隻有個Polyglot 有個Polyglot 然後就去訪問他們 然後他們很多都說 嘩好厲害 那些 嘩 嘩 好厲害 然後說一句日文 嘩好厲害 那些 都有一些這樣的活動 因為我覺得那個搞手 是不是在大學教書 是的 他就在那間大學教書 是的 他就在那間大學教書 他就用那間大學的場地 順便帶他的學生來一起 都是去參與這個活動 我覺得挺有趣 很有趣 很有趣 還有其實那些學生不只是日本人 因為你知道可能在日本 有很多有不同的國家來留學的人 我記得那時候 其實有些可能是有不只是越南來的留學生 其實也會有 可能就會跟這些人用他們原生的國家的語言來通話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講日文 然後我們到處看都覺得很厲害 你們那時候講了多少日文 我不懂日文 沒有講 不懂日文 裝模作樣 我跟便利店的店員講 麻煩你算不算講了日文 算的 我也想講 你剛剛講到場地那件事 我也覺得這些活動 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方 不同類型的場地 真的很影響他們整個氛圍 整個氛圍 整個氛圍 因為我去過三次聚會 我沒有去過聚會 剛剛說了 一次就在柏林 就是一間旅社 她也預約了整個場地 也預約了一些房間 來讓你搞活動 第二次我就去布拉斯拉伯 就是一間大學 就像你們的聚會一樣 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宿舍裡 一起去大學那裡有活動 所以整件事就好像沒有那麼集中 之後去到波蘭這裡 因為它是一個陣 大家除了在酒店以外 真的沒有工作 是不是已經訂購了酒店了 訂購了整間酒店 那是一間給了很多 聚會的酒店 譬如我們之後 有一個衛生署的聚會 很有趣的 就是布拉斯拉伯的相反 因為全世界就在這裡 所以很集中 很集中 晚上就算喝酒 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喝 在這裡 有時候去別人的房間喝 是的 哦 也是 因為我們去福光那次 其實大家都去那個會場 可能最多你完了之後 就去吃東西 吃東西 還有可能你就算吃東西 因為它不是大會提供食物 有時候 就是中午就可能去隔壁那間 食堂那裡吃東西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集中 很多人坐在一起的場合 所以變成大家吃飯 聊天的機會其實就少一點 是的 你會不會變成 黏你熟一點那幫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一群香港朋友 所以很難 那時候都黏了幾個 都是講廣東話的人 有馬來西亞的朋友 都嘗試去跟不同國家的朋友去聊天 即是有時候都會去那些 有一次晚上都去吃那些韓燒 是不是韓燒 總之就是燒夜吃 去吃燒肉 有個爐爽聲的那些 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國籍的人去一起 我想不同人去這些活動 就是不同的玩法 即是 我本身是比較內向的性格 所以我一開始就穩定一些 適合談的人 大部分時間都黏著這些 當然我沒有跟本身已經認識的人去 但同時間會有很多我以前是 gatherling 而且在有過去这幾年在網上的活動裡都認識了 去到像旧朋友那样聊天 所以有好又不好 好处就是六天之内 大概五六天 真的很深入认识一个人 可以做到长期的朋友 但是我没有跟那么多人聊天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真的跟全世界聊天 有说了二十种预言 我自己就比较着重深入社交 而且说多些英文变成很可惜的 但是挺舒服的 除了英文你还练到什么语言? 我觉得这个不用说 因为波兰文突然升了一个级续 很多东西都变成了 因为我本身有很多波兰朋友 在网上已经认识了 偶尔晚上就跟他们去对咒 就是名不虚传的 就是他们真的只是喝福卡 嘩 这么长 很长 我走去慢慢在咒啤酒 就是他们就一个一个 就是东西都不混 就这样喝 是啊是啊一来就短了 哇 真是当水喝 就是这些 水仔 在喝水仔 解释一下 是啊 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福卡的语言就是 这个水的小清 是啊 Diminutive 就是水仔 水仔 就是喝水 喝水就变成了福卡 喝酒思缘 喝酒思缘 拿着福卡 然后跟孩子说 我们喝水仔 哈哈 喝水水 喝水水 水已经是第二升 是啊 喝水 水水 喝水水 好像更坏 更坏了吧 衰了很多 但是 就是 因为就算我去网上找人上堂 我也是一个星期说一个小时 但是之后 就是真的在一个社交环境里面 就是整晚不停地说 是 都真的挺正 是啊 很自然的位置 是变成一个平衡 很过人的 反而其他语言就是有很不舒服的情况 譬如说瑞典文 我曾经何时 瑞典文是很舒服的 因为我住过在瑞典 但是现在太少用了 之后 跟人说两句 我就心想想说波兰文 哈哈 很搞笑 同时学几个外语 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会有一只 可能特别聪明 或者没那么不聪明 所以你去学另一只语言的时候 就会突然间 脑里面浮现了很多 你比较聪明的外语的字 是的 一定是 它是会霸了大部分的位置 是的 或者不一定是能不聪明的 比较像是哪一只 比较活动一点 就是你最近用得多 它就会在脑的前面 是的 浮上面 是的 是的 所以就算我希伯来文 其实不是很好 我是怎么说 一个生活到的程度 我觉得 就是你丢过去以色列 我可以生活到的 和人也认识到朋友的 嗯 而且今次我都认识了很多 以色列人 或者说希伯来文的人 同样 同样 同样是 有些已经认识了 有些一和他说希伯来文 他就很开心地跟我聊天 正 嗯 但是又不是真的很高级 尤其是我看不明白 但是很多时候 说其他语言 就会彈一些字 有时就会 立即问旁边的 这个字英文怎么说 反而不懂得说英文 看看有多醉 醉一点就怎么样 外语好一点 因为英文是我的半母语 是的 所以我以前一直说 我是有个醉酒的 一开始我是说广东话的 之后 我不知道多少杯之后 就变了 我会自然而然想说英文 哦 就是好像我前两晚都做了这件事 就是突然间 他需要医療师 说两句话 突然间整句英文都出来了 是 好像变了ABC 是的 但是以前我就会说 再过多几杯就是德文 但是现在我想应该变了波辣文 嗯 嗯 比较舒服的外语 现在已经是 是的 好像也很普遍 这个现象 就是喝酒就会说多些外语 或者比较有自信 甚至说得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我觉得是 一些是幻觉 也是 大胆一点 大胆 因为很多时候 尤其是我这些 学的方法 是比较被动一点 就是很多东西先进去 先吸收了 然后再用出来 所以多数喝了之后 就会是 比较没那么害怕 就是比较 搅拌一些东西 比较大胆一点 放在一起 就算明知都一定错了 但是照杀 那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就没有什么喝酒 所以我就不太知道 但是 也是有一个类似的经验 就是 如果你长时间在外语浸 你开始会越来越舒服 就是会 当然会越来越容易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就会开始不懂 你离开了那个环境 就会开始不熟 那些东西又不 没有练度 嗯 就是语言都是 用不不失 所以你不用的话 就会去没有了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月 都在冰岛学冰岛文 那个月 其实因为每天都要用很多很多个钟 起码上四五个钟堂 然后放了学 又跟其他朋友 有时可能会练一下 或者你去到街外 跟其他人说话 又要用冰岛文 所以那个月是 人生中冰岛文最好的时期 但是去到之后你回到香港 那你哪有机会练 就是你很难去保持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尤其是一些日常的用语 反而难一点 就是很讽刺 是啊 我在波兰那里一个星期左右 就发觉很多基本的东西 我都是不懂 就是不是不懂的 是我不知怎样说得自然一点 就是譬如说 要两杯啤酒 那其实原来呢 我这个星期才知道呢 他们会好像德文一样 讲两次啤酒 或者什么刀叉羹那些呢 我经常都不记得字是什么 但反而我可以讲一个讨论 我可以讲一些很深的个人感受 又容易很多 就是很奇怪 如果你不是有这样的经验 你会觉得 对了 为什么容易的 你会不会懂得难的 反而懂得 但很明显是因为 你用不用的关系 可能我很快又不记得 怎样说瓷羹了 不过你问我 我用过什么语言 我就觉得很搞笑 是我那些大陆的语言 反而少一些用 可能 那些人经常就认识 或者我认识 是一些小一点的语言 或者没有那么 popular的语言 就想多多些机会 所以就不断用 但是德文和法文都觉得 有很多机会 平时都可以用得 上网上 理论上 或者可能上网更容易找到人谈 是一定的 譬如英国也有个网上 全国的语言交易 每次都只有法文 德文 西巴牙文 他开12间房间 只有3间房间有人 所以 真的惨 一到这些情况 就想和人用多些细语言 是啊 其实那个感觉也很好 你突然间 竟然在一个这样的地方 找到一些 和你一起学同一种小种语言的人 需要挺珍惜的 我觉得 就算你的格陵男文 也有机会找到人 有机会 哈哈 都挺厉害的 我不肯定 如果找到也挺好的 我也认识一些人是玩这些东西的 玩这些东西 我也看到 几个是真的认识格鲁吉亚文 几个 格鲁吉亚文 都多 是不是很多 但是可惜的 最近我最低级的语言 就没什么机会用到 就是威尔斯文和英国手语 你们在英国用吧 因为英国最容易找到人 都不容易 那里也有很多英国人 如果那个集团没有BSL的人 有没有其他手语的人 有啊 挺没人 虽然你也说得对的 这些留在英国用吧 但是 没人看到那里 全场好像有几个是 懂得手语的 之后 有一个是加拿大人 他懂得美国手语 和灰北克手语 哦 OK 之后有一个是香港人 他懂得美国手语 但是他住在波兰 蛤 因为国际化嘛 是啊 很国际化 等一下 他有没有说为什么会学ASL 我没有问他 但是 他应该住过在美国 哦 是啊 对啊 还有说真的 这个年代 美国手语 是手语界的英文 都是 都是美国的东西 是啊 还有我认识的朋友 Rafal 他很厉害的 波兰手语是C 他懂美国手语 国际手语 不是一个语言 但是他懂 还有其他东西 他很厉害 很多手语 他是神 他的中文是 他跟我讨论过福建话的东西 他给我一些资源 不得了 那么厉害 另一个去这些活动的好处 就是认识到这些很多很厉害的人 很厉害啊 他在上次的网上聚会和今次的真人聚会 都有教速技 就是手写的速技 手写的速技 好像挺好正 用两个小时时间教你速技 我没去到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 听人说话的时候可以写得快些 但是说到这首语 我最深刻的是 有一晚他有一些 有卡拉OK 当然是多语言卡拉OK 多语卡拉OK 那有没有你想唱的歌 那些不是即时怎样的 那些是预先选好 哦 你知道了 那些鬼佬卡拉OK 和我们卡拉OK不同的 就是他们是表演 巴那种 对了 那就是说我想唱这首 要写下这个歌 点名 然后排队 对了 那些 就不是说我现在唱什么 唱这首吧 不是 那 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语言 那有一个就是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加拿大人 那他用了很多语言唱一首 一首 新的那套阿拉丁那首新歌 你是说真人版的阿拉丁 对 对 真人版的那个 speechless 很好听的 那他唱啦 就是句句都转语言那些 然后突然间听听下 没有了声 那些人心想 什么事 你猜一下发生什么事 不是 是怎样 他用手语唱 哦 对了 他是突然间转了手语 哇 不得了 就是整个人就呆了 因为那个哭很大 那之后 大家看不到他其实 只是听到 是吗 试试是否有技术问题 我来看见一个丁那么呆 你的眼睛就有技术问题 就在那儿用一首语 美国首语 哦 挺正 挺有趣的 之后另外那一晚呢 他又有一个是真的 音乐会来的 演唱会 说得慣音乐会 演唱会 谁也是演唱会 就是他不是很出名 但是怎么说呢 你知道这些活动呢 很多时候都是由这个 Esperanto的群体去主办 是 那于是呢 这个人呢 你现在知道了 现在就知道了 我们经常说笑话 他们是多语言界的这个光明会 哈哈 邪教 哈哈哈 邪教 世界语教 世界语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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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们是整天都是主办这些东西 那 他们就聘请了一个德国的歌手 他是盲人来的 那他就在这个世界语的音乐界 就是最出名的 哦 我不知道有多大 这个乐坛 是 是 是 他是有料到的 OK 原来是有世界语的乐坛 那他是不是唱世界语 他有唱世界语 一开始就唱世界语 不得了 但是他其他 譬如波兰文也很厉害 嗯 他发音很好 可能因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盲 所以他 不会受一些寸字影响 或者 听力 敏感一点 也可能是 他是盲 而且是音乐家 是 因为我都听 看过有一个盲人的频道 叫做Tommy Edison 他有很多视频 说他盲人的生活 我们放连续在下面 那他其中一条片 就有说 几句西班牙文 因为他在美国 他有学西班牙文 那你听到他的口音 是跟普通的美国人是差很远的 我不知道是纯粹他的预言天分好 还是因为他是盲 所以他可能听力 比较敏感 或者他没有受到寸字影响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他的发音也是非常标准 我觉得这几样也是 我自问我做一个音乐人 我的耳朵是比较灵敏的 对于语言也是 他是音乐人 再加上他是盲 所以他一世人 就是在听音乐上 所以我怀疑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容易学到很好的发音 听到那个活动 反而反而更多 他又是长一点的 星期三至星期日 我们当时也有表演的 你是两天吗 对 一个周末 三天 好像是吧 三天 但我们只去了两天半 对 对 你有什么表演 那时候就是他们大学的太鼓队 来表演 打太鼓 我觉得整件事也很有型 因为在一个大壳中 应该是整件事结束 还是怎么样 我已经忘记了 好像是差不多完 是差不多完 那时候 然后就真的 很有型 整对在外面 然后就 很有节奏感 然后大家都很高兴 很开心 哦 挺好的 其实未必很关于原始 哈哈 是比较文化 那文化也很重要 是的 文化的活动 嗯 这个聚集园 传统上都是长一点 他多数都是星期三至日 他会选择过那些 欧洲很多国家都放假的日子 那就半个星期 那么多数就会前后再加多一天 是buffer 就是可能你早了到我们又玩些东西 或者最后那天慢慢说拜拜 嗯 就是那些可能请几天假 就有年假的那些时间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 是的 挺好的 什么请而放下的那些 哈哈 搭车都容易一点 那变了我和别人逼飞机 因为很多人去旅行 对的 这个是另一回事 哈哈 那你今次去Gathering 除了认识到一些人 和波兰人对酒之外 最深刻的有没有什么学到呢 哈哈哈 没有什么学到 只是对酒 学到对酒 就是学到对酒 学到那些人喝Water 也挺疯狂的 呃 我有尽力去多些talk 虽然真的很难 就是每天晚上三点四点睡觉 之后九点钟起床 哇 真的好扯啊 是啊 真的好扯啊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放假 但是也有些是很深刻的 就是怎么说呢 这些活动呢 它会有很多是关于一些 比较亲民一点的题目 是的 譬如说说说说 我学了芬朗语怎么砌 或者学了这个格朗格文文的字母 就忘记了了 但是有些是会比较真是身知一些 比较学术一点 比如我最深刻的就是 其实是我这个Gathering最好的朋友 他讲了一个talk 就是讲关于小移经 你们有没有听过 也听过一下但不太知道是怎么运作 你懂些什么 我知道他是用阿拉伯文或者波斯文的字母去写汉语或者写官华 是的 他是官华的 因为我那个朋友也是回族的 他是官华无语 虽然他是福建人 他就说有这个是比较秘密的语言 最近才开始有多些人去发掘他 因为小数民族需要自己的秘密语言 你说得对就是他用波斯文字母来写官华 但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就这样写这么简单 譬如说你用英文字母写官华很简单 但他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有很多假借的成分 就是很多时候你读的字不是写的字 哦 是不是类似训读的概念吗 日文的概念 对 就是训读的概念 他也有用日文做例子 比如我不记得哪些字 什么月 年 新 新旧的新 这些好像是会用训读的 他真的写回波斯文的字 阿拉伯 总之不是官华那个词 你的意思是他读出来是读官华 还是写出来是好像官华那样 读出来全部都是官华来的 是 嗯 是的 哦 那个字就可能 比如年字就是写回波斯文的写法 但我就读年这样 是的 就好像日文那个训读 即是日文有个生字 然后读出来完全不是生 你是有十个读法 日文本身的字 好的 也挺有趣的 因为这个和日文不同 你汉字的训读 因为汉字本身是表意文字 但是你用了表音文字去训读 这个也挺特别的 是的 是的 就好像你用英文写 例如水 然后你就读它做水 是的 完全不跟那个串字 你当它是一件东西 你当它是一个好像汉字的物体 再加一个新的音给它 而且最疯狂就是 它不单单是一个字这样训读 有时它是一个语数这样训读 我写这个波斯文或者阿拉伯文的字 就是这个语数 就是有一个意思 不一定是整个词的 然后你可以用两个 这些语数字放在一起 就变成另一个意思 最疯狂的两个例子是什么呢 有一个呢 就是传眼 它是什么意思呢 传眼就是一个 温泉的传 之后它中间那个眼 是的 很罕有的词 是的 最疯狂是什么呢 就是传 它就用了这个同音字 就用全部的传 所以它是写 阿拉伯文里面的全部的传 那个字 OK 哦 来到做这个传字 之后再加上本身它写官华眼字 这样放在一起 哇 其实我这样想 有点像那些火星文 然后再用英文写 哈哈哈 因为我有些朋友是会 比如都是这样写 knife 就是knife is 都是 其实是同一样东西 哈哈哈 是啊 是啊 好像是相反方向 对啊 对啊 相反方向 是同一样东西 因为你当了波斯文就是英文 你用英文的写法 就是你首先同音字 刀 然后变成中文的 就是另一个刀 然后再用刀的意思 变成英文字knife 那是同音字 你是用了同音字之后 才再误读的 这个就是误读了之后用同音字 都是差不多的 複雜程度 但是相反了 比如说脚和角也是这样借代 是 之后 刚刚说有两个最疯 另一个最疯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是一个语数 它是一个音数 首先它误读了月亮的月 官话是月 是 那它就是写波斯文里面的月亮的字 是 然后它在这个字前面再加另一个波斯文字母 哦 就代表 sh 音 哦 那sh 加月就是share 就是her 哦 哇 是 很难读啊 这个 就是概念有点像怎么说呢 譬如 her 广东话的her 是 然后我要把它变成英文 变成shu 但是我shu 在前面再加一个 呃 再加一个g 在前面 那就变成ger 哈哈 哈哈 是啊 真的不是这样 好像很复杂 类似了 真的很瘋 为什么可以转这么大圈 为什么不直接写那个字呢 哈哈 直接写share就可以了 但是它们的传统是这样 都挺特别 所以如果你只懂阿拉伯文或者波斯文 你就这样看是完全不知道它说什么 哈哈 是啊 我听到以色列又去了这么有趣的poly god glad gathering 其实我们去了这些语言的活动 其实多语言的活动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很值得参与的东西 如果大家都知道有其他的多语言活动 有一些觉得很有兴趣 或者你去语言觉得很棒的多语言活动 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留言 或者在我们discord伺服器里面和我们分享 我说一点我知道那些 因为这个gathering就是一年一度 正常来说 它明年那个也是大概这个时间 但是它还没决定去哪里 现在就叫大家给他意见 所以不知道 但是大概10月左右 就有个poly god conference 就是你们去过那个 今年就去墨西哥 所以我不去了 但是如果各位听众 可能在美洲 可能就去参加一下 而且它也有个网上的 就是它又是跟gathering一样 又有真人又有网上 那网上我就觉得会少了社交元素 因为最多就是开个check room 跟人zoom 很多时候结束了 就拜拜就走了 是啊 就等下次真人见 没办法 但是也推荐大家参加一下 认识一下人 我觉得挺过人 那时候还有人来宣布 因为那个人是负责 这个国际语言学奥林匹克的 那个搞手 他就说他除了搞奥林匹克之外 他在搞一个语言学的暑期班 因为他想训练多些 主要是中学生 来到语言学 因为多数学校都不教 他就在外沙尼亚 所以我不知道 有没有年轻点的朋友 想参加的话 也可以去找一下 是不是要飞去外沙尼亚 是啊 因为欧洲是完全开放了 所以大家都要到处去 就是那个暑期班 香港也是近两三年才开始有这个 语言学的奥林匹克 很不开心 我中学那时候没得玩 是的 以我所知 我那时候就没有了 我是最近 是的 我大学的时候 就听说 刚刚有新的香港队 是的 本来就说打算帮忙 但是最后都好像 就是疫情那样那样都很难 最后都没有 哦 是不是 这两年真的难一点 是的 说了这么久 今集是全部都是 我们没有什么题目的 今集都是 吹吹吹吹 所以今集有一宗新闻 其实 都很可怕 我看完都心想 为什么 怎么会发生的 在这个年代 还要是在西方 在欧洲国家发生这些事 欧洲国家 那就是欧洲有一个联航 就叫做Ryan Air 如果是欧洲 经常去旅行 可能都会搭过 或者有一些不好的经历 或者好的经历 可能很多 但是都是贪他便宜 说真的 这个联航 最近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说 为了打击南非 一些假抗拨的人 他就说有些人 就拿一些假的南非抗拨 就去搭他们的航班 就去英国 然后这个Ryan Air 就是爱尔兰的航空 但是他们就说 在英国的分公司 他就说 任何拿南非抗拨的人 都一定要 通过一个试试 一定要通过一个 用南非画 就是Afrikaans 来写的试试 就要考他们一些关于南非的事 例如说 电话区号是多少 或者他南非总统是什么 但是这些问题 全部是用Afrikaans 来写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 Afrikaans 是一个 好像荷兰文的语言 就是当时的白人 在荷兰带过去 然后类似是 强加在一些原住的黑人身上 这个历史 就会令到Afrikaans 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 如果你现在Rain Air 这样做 代表跟南非的人说 如果你不懂Afrikaans 你就不是真的南非人 大家不要听到南非话 就以为是南非个个人都懂 上次都是说南非的新闻 我们就提到南非有很多语言 官方都有12个 其实说南非话的真的不是多数 好像是第三大 没有预计都是第三大 第一第二是Zulu和Hoksa 问题是为什么不选Zulu呢 你猜猜 为什么这么多非洲语言 是要选一只来自欧洲的语言 那只呢 英文也算是吧 英文在南非也算是共通语 虽然没有语的人不多 但是起码都是 基本上那些人都懂的 都算是真正的共通语 就是你政治上啊 你教育新闻都可以说英文的 就是你当然本身要做一个测验 才可以证明你是否南非人 就是这个不应该是航空公司做的 对啊 这个不是他的责任 这个是入境处的责任 是 其实这件事都 英国政府都说是没有 就是说不关他们的事 他们没有说要要求有这个测试 但是他就说航空公司是有责任去证实 那些人的旅游证件是否真的 然后Rion Air就选择用这个方法 这个不是过关那里 不是过关那里做的吗 为什么 就是你坐飞机 你去查询的时候 都会看一看你的保障 他都会要求你 譬如你没有维线 他会说你没有维线 就是他都会看一看你 但是你的旅游证件是否真的 其实是海关的问题 这个不应该是由航空公司去帮他 可能如果他海关发现是假护照之后 就会惩罚航空公司 也算是有责任 但是不是这样做 他还要被人骂完之后 他继续说我们继续会有这个测试 这个真的搞不定 这个才是最坏的玩意 关公灾难 很奇怪 不过幸好就只是这间航空公司 现在 现在 不要搭Rion Air 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选择 但是Rion Air也不是很好 一说起就火焰 应该有其他的 你想像一下 为了证明你是中国人 你要考广东话 朗读史 这个可以的 Rion Air是爱尔兰的航空公司 就好像所有爱尔兰籍的人 一定要考爱尔兰才可以进南非 如果南非是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我支持 支持 我绝对支持 我支持南非政府做这件事 OK OK 这叫报复 不是啊 大家好来好去 这些事情 禮尚往来 当然在南非那里 看到有种族的问题 就真的复杂很多 你这个比喻都是说笑而已 是的 那大家先喝一口水 喝水的时间 没了水 喝水身体好 我喝了一滴水 今集的诗园 其实都说了一些 这几年都会经常听到的字 就是Quarantine Quarantine就是隔离、检疫 它原本是什么意思呢 它原本是来自中世纪的欧洲 在黑死病那期 大概14世纪的时候 威尼斯的政府 就有一个检疫隔离的政策 就是你要检疫40天 40天就变了Quarantine 就是40天 所以之后隐身了 没有40天的意思 就将它借代 就说了所有的检疫隔离 都叫Quarantine 现在就是多少天 7天 现在是7天 要改名 就是7天的40天 叫什么 7天 7个40天 Fortnite 10 这个太英文了 是吗 Duo Quara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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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有趣的 例如法文 这样 这个关系是明显很多的 即是你想想 Garant 就是这样 Garant 因为 Garant就是大约40的意思 其实是同一个字 是 我们就不要说 幸好我们趁这个字还没过气 就先说这个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各位听众 如果想知道多些 我在Poly告Gathering的经历 都记住收睇 我现在蜜罗瑾箍剪的Vlog 希望尽快出到 今集多谢大家收听 我们新一集的瑞元狂想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都可以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的节目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们的节目 继续运作 都可以来支持我们的Patreon 或者Buy Me A Coffee 我们Patreon的会员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Discord 或者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逐字稿 有时我们都会问大家 我们下一集想做些什么 如果我们是Patreon的会员 你也可以帮我们选择下一集 说些什么 我们最后就要多谢我们的Patreon 包括Claus和Anthony 多谢你们 我们下一集再说完狂想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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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